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东托邦 在圣经预言的那期视频中 我跟大家提到过被称为是20世纪最伟大考古发现的四海古卷 四海古卷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圣经抄本 但是其中有35%的内容却被鉴定为非正典书卷 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又来的聊了这本争议性极大的以诺书 以诺书被大部分的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认为是次经甚至是伪经 但是很多读过他的人都认为以诺书中记载的内容 可能才是人类真正的历史和起源 那么这本书背后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 传统意义上以诺书的作者被认为是以诺本人 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子孙 也就是大洪水中制造方舟的诺亚的曾祖父 以诺从65岁开始与神同行300年 见证了神族与人间发生的种种异象 也是知道神族秘密最多的人 他就像是战地记者一样 将他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 就成为了以诺书 所以以诺书也被认为是人为历史上第一本写下来的书 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第24节中说到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 他就不在世了 这里的不在世并不是说以诺从此就死去了 恰恰相反 他指的是神让以诺从此脱离了死亡的定律 神将他接走了 从此在人间就找不到他了 以诺也是两个活着被神接走的人之一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 欧洲进入一段长达近千年的治安时代 战争连年不断 瘟疫肆虐 统治阶级禁锢人们的思想 圣经成为了只有具有神职身份的人可以在讲台上使用的书籍 以诺书的内容被认为是污秽的不圣洁的 从此就被排除在圣经的正典之外了 此后的好几个世纪里 以诺书都一直处于一个失踪的状态 直到18世纪在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地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社区中再次被发现 1773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到埃塞俄比亚探险时 获得了三份以诺书的抄写本 并将其带回欧洲 这本书才开始重新在民间流传起来 时间来到了1947年 三个被印度少年在死海附近 以色列库姆兰地区的群山之中放羊时 无意中发现了几个洞穴 少年们一开始还以为这洞穴里藏着什么宝贝 进去之后才发现沿着墙壁放着一些破破烂烂的桃罐子 在罐中有几捆裹着布的包裹 里面是一些非常古老的手稿 这些手稿便是死海古卷 考古学家研究后发现 死海古卷的编写年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 古卷中有大量以诺书的手抄章节 这足以证明在那个时期 以诺书极受犹太教徒以及基督教徒的重视被广为传送 当欧洲黑暗时代到来时 一些虔诚的信徒可能担心这些重要的书籍会从此在历史上消失 所以才将死海古卷藏在了库姆兰地区的山洞之中 等待后世被有缘人发现 那么以诺书中究竟记载了怎样的内容呢 圣经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类 亚当、以诺和诺亚 亚当是第一个人或者叫智人 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人 诺亚则是被神选中的新人类的种子 亚当和诺亚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以诺这个名字很陌生 以诺名字的含义是奉献的意思 人如其名 以诺虽然没有神族的血统 但是神看中他的人格魅力 挑选他与其同行三百年 传说以诺是地球人类中第一个掌握书写技能的人 神还教会了他天文 使他能够将星象的含义根据月份的顺序记载下来 计算每一年中不同月份对应的不同季节 以诺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以诺所见证的堕落天使的故事 第二部分则讲述了以诺以行走、幻影、梦境、天奇等方式造访天堂 相传在大洪水发生的很久很久以前 神从天堂派来了两百名天使来守望地球 这些天使被称为是守望者 至于神为什么这么做 以诺书中并没有明确的交代 但是以诺书的第六章第二节中说到 天使是天堂的孩子们 这就像是我们称自己是地球的孩子一样 所以有很多人猜测 也许天堂并不是一个虚幻的存在 而是一个实体存在的地方 地球只是神的一个实验场所 第一批人类则是神用基因工程创造出来了 这帮天使的首领名叫西姆扎斯 当他们在地球上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地球上人类女子的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容貌越来越美丽 天使们垂眼地球女子们的美貌 就互相戏虐打闹说 要不然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挑一个来做老婆成家 这说明天使也是有正常的生理欲望的 大伙对于天使首领的这个提议 非常的赞同 可是天使首领这时候却说了 你们别瞎嚷嚷 到时候争开干的时候 你们个个都怂了 让我一个人背锅 于是200个天使们来到了黑门山 共同发誓 并且相互诅咒 保证不会背信其义 就这样 这200个天使和人间的女子 过上了没修没造的生活 他们也从此被称为是堕落天使 天使阿萨谢尔教会了人类女子使用魅术 给他们画眼影 教会了人类男子野金术 从制造刀剑 盾牌 胸甲 到金属食品 宝石 天使首领西姆扎斯 教会了人类如何种植植物 以及嫁接的技术 天使巴拉克卓 教会了人类战兴学 战兴术 星象 星群 和星秀的知识 天使塞摩西尔 教会了人类如何识别太阳的运行规律 天使塞瑞尔 教会了人类识别月亮的运行规律 就这样 这些本不应该泄露 只有神族才掌握的知识 被悄悄的流传到了人间 这可能也解释了 为什么很多古文明 包括两河流域 华夏文明 玛雅文明等等 都有着异常复杂 且精确的立法系统 许多立法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都不好理解 那么几千年前的人类 是哪来的这些天文知识的呢 不过好景不长 与堕落天使所结合的女子们 很快就怀孕了 她们生下的孩子 有三千轴高 身材巨大 也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巨人族 也是圣经中的尼非林人 巨人们很快消耗光了人类的储备 从此开始攻击地球上的 飞禽走兽 甚至是人类 吃他们的肉 饮他们的血 这一切都被上帝看在了眼里 他无法忍受地球上 一切有血有肉的生灵 都互相厮杀 互相吞食 于是他决定发动大洪水 重启地球 大洪水来临之前 神队以诺说 回家吧 咱们回到天上去 继续同行 最后以诺乘坐一辆喷火战车 圣目天空 以诺书圆满结束 这辆喷火战车 非常的耐人寻味 画面感像极了我们今天的火箭 这是不是也证明了 这所谓的天上 只不过是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呢 虽然以诺书被认为是刺金旁金 但是其价值却不可低估 里面的内容 不但和旧约中的许多故事相呼应 新约圣经也引用了以诺书中的原文 最不可思议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 竟然也能找到以诺书中所描写的蛛丝马迹 上个时期二三十年代 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武力爵士 在伊拉克南部发现了一个著名的古代遗迹 它就是距今为止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人生活在距今六千五百多年以前 他们的起源 历史 以及丰富的天文 历法 医学和农业知识 至今为止都是个未解之谜 考古学家们在苏美尔遗迹中 发现了十六块 可有苏美尔历史的尼板 尼板上记录着苏美尔134位 古代君主的统治生平 再为时间和主要事迹 这些尼板被称为是苏美尔王表 苏美尔王表的第一句话就写着 王权自天而降 在爱立都 阿鲁利姆成为国王 他统治了两万八千八百年 两万八千八百年 这以现代人的常识来看 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阿鲁利姆之后的第二代君主是阿拉尔加 在位时间更长 有三万六千年 此后一直到第八位君主 他们一共统治了二十四万多年 到了第八位君主时 便出现了以诺书 以及许多神话共识中 所说的大洪水 这场洪水成为了苏美尔王表上的 一条分界线 王表上记载 洪水之后 王权再次从天而降 这次王权在基石 洪水之后的第一位君主 是约书尔 他在位时间一千两百年 这虽然比洪水发动之前 八位君主所在位的时间 明显要短得多 但是以人类目前的寿命来看 依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后苏美尔王表上的 历代君王的在位时间 呈明显的缩短趋势 目前苏美尔王表上 唯一得到考证的君王 是吉尔加美什 他在位时间126年 依然是相当长了 吉尔加美什被认为 是一个超级人类 或者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 他身高11万尺 也就是今天计量单位的5米 古代考古学家 在苏美尔遗迹中 所发掘到的 吉尔加美什的雕像中 他手上抱着一只 看起来很温顺的宠物 这乍看一下 还以为这是猫呢 但是从头上的棕毛 可以确定 这根本就不是猫 而是一只成年的雄狮 吉尔加美什抱起雄狮 简直就跟我们今天 撸猫一样 也从侧面证明了 吉尔加美什的身形 有多么的巨大 古埃及文明的石雕和壁画中 也存在着很多 类似的巨人画像 除此之外 约旦首都安曼南部 250公里 在接连死海 和阿卡巴海峡的 狭窄峡谷内 有一座失落的古城 佩特拉古城 佩特拉古城 几乎全是在岩石上 凋倒而成的 宏伟壮观 于1812年 被瑞士探险家 约翰·路德维希发现 古城的核心 有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正面 耸立着一座 高约40米 宽约30米的 哈基纳赫神殿 殿堂有着 巨大的门和石柱 人站在殿堂前方 显得极其的渺小 可门前的阶梯 却和目前人类的 身高成正常规模的比例 与这座宏伟的建筑 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 这会不会是在暗示 在史前时期 有过一段 人类与巨人族混居的时期呢 如果以诺书中所描写的 并不是神话故事 而是史实的话 在结合苏美尔王表 大洪水之后 仍然有一段 半人半神的统治时期 所以会不会 以诺书中的堕落天使 或者是巨人族们 并没有随着洪水而灭绝呢 圣经旧约《民数记》中 第13章33节中说到 我们在那里看见 亚纳族人就是巨人 他们是巨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 自己就如蚱蟒一般 据他们看 我们也是如此 这说明在大洪水之后 地球上又一次出现了巨人 那这些巨人是怎么来的呢 很可惜 以诺书在以诺被神接走之后 就完结了 圣经中对此也没有 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是目前人们 有两个比较普遍的猜测 第一种可能性是 大洪水中被选中的人类的种子 诺亚一家的某个人身上 携带着堕落天使们的基因 诺亚有三个儿子 陕 韩和亚福 二儿子韩又生了四个儿子 其中有一个叫做迦南 洪水后的巨人 亚纳族人被发现的地方 就是迦南地 是诺亚孙子迦南的后人 所以猜测有可能 诺亚二儿子韩的妻子身上 可能携带有巨人的基因 第二种可能性是 在那场大洪水中 巨人和兜落天使们 并没有灭绝 而是沉睡了 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 亨特博物馆里 陈列着一具身高7.7英尺高的骨骸 骨骸的主人 生前名叫查尔斯伯恩 查尔斯伯恩1761年 出生于北爱尔兰 利特勒布瑞治地区 出生之后 由于患有巨人症 身高远远高于常人 19岁时 伯恩就有8英尺高 21岁时8.2英尺 截止到去世之前 他又长了2英寸 年轻时 伯恩就因为身高的优势 到英国各地区演出 一时之间声名大噪 各大报纸争相对伯恩 进行报道 查尔斯伯恩也成为了 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英国外科医生 约翰·亨特 在解剖学和病理学方面 颇有成就 同时也沉迷于收藏 各种畸形的器官和人体标本 一度达到了痴狂的程度 约翰·亨特 早早地就注意到了伯恩 在伯恩去世之后 约翰花高价 收买了伯恩的编姻员 得到了这句巨石 去掉皮肉 制成了一副骨架标本 1799年 亨特医生将查尔斯的遗骸 交给了皇家外科医师学会 开始进行公开展览 事实上 专家们研究后发现 查尔斯伯恩出生的爱尔兰地区 有很多人的身高 都要比正常人高许多 每150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携带着巨人的基因 巨人的基因 导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荷尔蒙过剩 引起枝端肥大 骨骼过度生长 而这种巨人的基因 竟然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 秘密太空计划的爆料人 科里古德 在访谈节目 揭露宇宙中透露说 当他还在秘密太空组织时 曾经接触过一则信息 说地表以下 有一个种族 被称为是静态人 这群人他并没有死去 但从来不活动 这些静态人都躺在 一个个巨型的厚石棺内 他们身材很高 身躯庞大 长着红胡子 皮肤苍白 而这些看似简单的石棺 实际上是一种远古 建筑式的高科技 这种技术 能够创造一个时间炮 包裹着石棺里的巨人 从而改变 他们身上时间流逝的方式 并用这种方法 让他们陷入沉睡 他们在时间炮里面 也许只睡了20分钟 可外界已经过了两三万年 科里古德所揭露的 这些沉睡的静态人 会不会就是大洪水中 所幸存的 堕落天使的后代呢 如果不把堕落天使 看作神的背叛者 而把他们看作 反抗神的一股势力的话 也许这股势力 并没有在洪水过后 销声匿迹 而是选择沉睡 并且耐心等待 一个觉醒的时机 待他们觉醒之后 地球上是否又会出现 一场血雨腥风呢 好了 今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